严硕义 让每一个念头都服从于利益动机 我是我生命的重心 我决定什么适合我 命运要由自己去开创 真心希望的东西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得到 1918年5月6日 亲爱的约翰 不要理会说我贪心的那些人 多少年来我都在享受着这个 在别人看来似乎并不太美妙的颂扬 贪心 这份对我特别的颂扬 最早出现在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 那时洛克菲勒的名字 已不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的符号 而是财富的象征 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的象征 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 很多报纸都加入了如此颂扬我的行列 但这样的颂扬并没有让我的心跳加快 尽管我知道这样的颂扬 无非是要诋毁我 无非是为我创建的商业帝国 刷上一层令人生艳的铜臭 但我知道在人的本性中早就潜藏着一种力量 一种从生于缺少能力与意志之地的力量 那就是忌妒 当你超越了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会记恨你 就会用带有贬义的字眼指责你 甚至用编造谎言的手法来诋毁你 同时在你面前还要表现得非常高傲 在我看来 那并非是高傲 他恰恰是虚弱 有意思的是 当你远不如他们 生活得潦倒不堪时 他们又会讥笑你 讥笑你无能 愚蠢 甚至会把你贬低的没有任何做人的尊严 我的儿子 这就是人之本性 上帝没有赋予我改变人类本性的使命 我也没有闲心去阻止某些人要恭维我贪心 我所能做的就是让嫉妒我的人继续嫉妒 尽管我知道 如果我能将我创造的财富让那些如此恭维我的人带走 他们也将带走那份恭维 但我不能 我相信 除非中了什么魔法 任何人都不能 身世永远不会与无知者争辩 我当然不会同那些恭维我贪心的人论战 但我抑制不住蔑视他们无知的情绪 冷静地回溯历史 检视人类的脚印 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没有一个社会不是建立在贪心之上 那些要诋毁我的人 看似道德的守望者 他们有谁不想独占自己拥有的东西 有谁不想掌控所有好的东西 有谁不想控制每个人都需要的一切 虚伪的人总是那么多 没有不贪心的人 如果你有一颗橄榄 你就会想拥有一整棵的橄榄树 我行走于人世已经八十年 我见过不会吃牛排的人 却没有见过一个不贪心的人 尤其是在商界 功力拜金的背后只印着一个单词 那就是贪心 我相信在未来不贪心的人 仍将是地球上的稀有者 谁会停止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占有呢 阿奇·伯尔德先生说 我是能够闻到终点线味道的赛马 一旦那样我便会开始冲刺 我知道这多少有点奉承我的味道 但在我心里 我的确早就给贪心留好的位置 在我读商业学校时 我的一位老师说过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这句话可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 他说贪心没有什么不好 我认为贪心是件好事 人人都可以贪心 从贪心开始才会有希望 当我的老师在讲坛上喊出这番极其煽动和刺激性的话语时 台下的同学们为之华人 因为只要想一想贪心的意义 就知道这个字眼完全违背大多数人从小吸得的道德观念 这种道德观荣于宗教 社会 伦理 政治和法律等各个层面 它所具有的标尺般的作用 无疑要给这个字眼打上肮脏的烙印 但当我走向社会 踏上创造财富之旅后 我才深深地体认到 那份学费花得真是值得 我老师的主张相当具有洞见 就像那些进化论学者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自然界不是仁慈无私的地方 而是强者为王 适者生存的天地 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也同样如此 如果你不贪心 或许你就会被别人贪掉 毕竟可口的甜点不是很多 如果你要想创造财富成就 创造非凡的人生 我的感受已不是贪心是件好事可以总结的 而是贪心大有必要 贪心的前台词就是我要 我要的更多独占才好 有谁不曾在心底做此呐喊 为政者会说 我要掌权 我要由州长再做总统 经商者会说 我要赚钱 我要赚更多的钱 为人父母者会说 我希望我的儿子能有所成就 永远过着富足幸福的生活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只是 由于道德 尊严 顾及脸面 人们才将贪心紧紧的遮掩起来 才使得贪心成为禁忌的观念 事实上 只要追逐名利的世界一天不被毁灭 只要幸福一天不变得像空气那样 唾手可得 人类就一天不能停止贪心 那些爱八分的人总视贪心为恶魔 但在我看来 打开我们贪心之所 并不同于打开潘多拉盒子 释放出无时无刻不再跳动的贪心 而等于释放出了我们生命的潜能 我由一个周心只有五美元的布局员 到今天美国最富有的人 是贪心让我实现了这个奇迹 贪心是推动我创造财富的力量 正如它是推动社会眼镜的强大动力一样 在我使用贪心一词时 你或许希望我把它换成报复 不 我们都处在一个贪心的世界之中 我认为使用贪心比使用报复更淳朴 淳朴是灵魂中一种正直无私的素质 它与真诚不同 比真诚更高尚 在与山姆·安德鲁斯先生合办石油公司之初 我的贪心就在膨胀 每天晚上在睡觉前 我都在忠告自己 我要成为克里夫兰最大的炼油商 让流淌的石油化成一捆捆的钞票 我要让每一个念头都服从于利益动机 帮我成为石油之王 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 我势必公亲 终日劳碌 我只会炼油 组织铁路运输 苦思冥想如何节省成本 如何扩大石油副产品市场 我永远忘不了那段 让我忍饥挨饿 夜以继日奔波在外的日子 我的儿子 命运要由自己去开创 真心希望的东西 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得到 成功与失败的艰巨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仅仅是一念而已 那就是看谁有强烈的贪心 谁具有这种力量 谁就能焕发并施展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尽力而为 超越自己 我每一个前进的步伐 都能让我感受到贪心的力量 贪心不仅能让一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也逼得他献出一切 排除所有障碍 全速前进 很多人都曾问我同一个问题 洛克菲勒先生 是什么支持你走上了财富之巅 我不能表露真实心声 因为贪心为人们所不耻 然而 事实是支撑我成为一代巨富的支架 就是我唤起了我的贪心 更膨胀了我的贪心 每个人的内心都深藏着一颗活泼 灵敏 有力量的贪心 但你必须热爱他 告诉自己我要贪心 叮嘱自己 我要 我要的更多 他才会出来玩耍 祝你成功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解禁贪心 因为我追求成功 贪心之架实现的成功并非罪恶 成功是一种高尚的追求 如果能以高尚的行为去获得成功 对人类的贡献会远比困难时 所能做的更多 我做到了 看一看今天我们所做的善举吧 将巨额财富投向教育 医学 教会和那些穷困的人 绝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的个人施舍 那是一项伟大的慈善事业 世界正因为我的成功而变得美好 看来贪心很不错 更不是罪恶 就此而言 如果那些说我贪心的人 不是出于诋毁我的目的 我会欣然介绍他们对我做出的如此评判 约翰 我是我生命的重心 我决定什么适合我 所以我不在乎那些人说什么 我的心依然安宁 在有些人那里 我似乎永远都是一个动机卑鄙的商人 即使我投资于惠则民众的慈善事业 也会被他们视为一种轨迹 怀疑我有追逐私利的动机 而丝毫看不到我无私的公义精神 更有甚者 说我如此乐善好施 是为什么赎罪 这真是滑稽 我想非常真诚地告诉你 你的父亲永远不会让你感到羞愧 装在我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我之所以成为妇人 是我超群的心智和强烈的事业心得到的回报 我坚信上帝赏罚分明 我的钱是上帝赐予的 而我之所以能一直裁员滚滚 如有天助 这是因为上帝知道 我会把钱返还给社会 造福我的同胞 到我该去读圣经的时间了 今晚的夜色真美 每颗明亮的星星都似乎在说 干得好 约翰 爱你的父亲 洛克菲勒加信